我那時候當然不知道 我現在才查知道 我是說從這個報導裡面 是看是他們10月這兩家母公司 才去宣布合併 部長這是不知道 講得理直氣壯 高端疫苗爭議不斷 立委踢爆二期事業廠商 邱密斯遭就被陸資併購 但薛二元表示不災 又引發熱議 那是母公司在國外 那我們管不到 人家要合併你要怎麼去管 但是我們的查核 是在這個計畫的執行 我們怎麼會去管說 它在海外的母公司的股權 是怎麼樣變化呢 部長指出重點在合作計畫 而高端25號再發聲明 公司在2020年11月簽約時 邱密斯仍然是美商 是隔年4月母公司 才跟上海地賣公司合併 但都是台灣團隊在執行 只是說衛福部 明明是5月才跟高端簽約 這當中查核哪邊出問題 難道是有雙標疑慮 畢竟先前差點談成的BNT疫苗 當時指揮中心指出 不能經過復必泰大陸分公司做經銷 得由原廠授權就被擋了下來 如今高端難道是開先例 母公司明明跟陸方有關 現在卻又沒關係 高端沒有開先例 現在確實仍然接受 台大院好幾個臨床試驗案的委託 但那是台大 台大是國立醫院 目前邱密斯登記在港資之下 但宣布長卻說港資跟陸資不一樣 只是不論港資中資都歸經濟不管 又把球丟出去 不過學院員有說 如果外界對邱密斯的中資背景有疑慮 可請食藥署再進行查核 確保資安無餘 這高端風波恐怕還會 再稍一陣子 TVB室王新唐林一台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